我們現在進來Georgia的show home 這是A3 plan 1532尺 所有A plan 如果我們剛才看了這個site plan 它都是後面那一排 不是對正著Stevenson Highway 它後面那一排和它的風格或特點 是2層 兩層 三房 所以我們在門口 無論你是走進來 還是駕車進來 旁邊是Garage 一級樓梯都沒有 就可以去到Living Room和廚房 門口這個位置都很光亮 因為A plan 都是duplex style 變相它都是Cornor 這邊有窗 這邊也有窗 門口的位置採光很足 然後車褲在這裏 這個車褲還沒開燈 車褲在這裏 它都是side by side double garage 雙車褲 我們看看這個 這個門裡面是什麼 其實它有樓梯底的Storage 還有這個是熱水器 它這裏不是儲水式的 它是即熱式的熱水器 所以大家就看到不是一個大水缸 我們看完車褲了 我們就進屋看看 看看廚房 看看這個 closet 然後呢 進來這邊呢 就有一個Powder room 這邊就馬桶 升盤在那裏 Powder room 上面也有個窗 所以也有光可以進來 不過那個窗就開不了了 只是透光而已 一來到這裏 就是其實literally 由車褲走進來幾步 你已經去到廚房 已經有counter space 所以你拿著一袋二袋 你很快已經可以放在這裏 顏色就上面是白色 下面就配搭了深木色的 它做的全部都是櫃桶 這一樣我自己最喜歡 因為你很多時候就不用污下身 打開板去收拾 它全部都是櫃桶 而且全部都是soft close的 又細格又大格 下面這裏 然後counter space 這個櫃底有燈 上面呢 的storage 都是做到頂的 煮飯方面呢 它就是gas爐頭 然後呢 這個焗爐就在下面 那牌子呢 是k&a 它是一體式大焗爐來的 7月燃機就這個 沒得拔出來的 有燈 速度大家可以聽一下 再厲害一點 繼續這些 一樣是櫃桶 這個櫃桶可能用的時候要小心呢 可能雪櫃會撞一點點 其他就沒什麼特別的 都是很實用 可以放到很多東西 上面又是頂櫃 對啦 它的顯示器做得很用心 裡面都放了 很棒 洗碗碟機在這裡 都是kitchen a的 然後呢 看看這個開不開 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是這邊 這邊是三角 但是呢 它其實呢 這個是 包括 你買回來的時候 這裡都已經安裝好了 這些架子 你可以放一些書 那些漂亮的 那些顯示器 這樣 這邊就是 升盤底 也是做了一個可以 這個我不知道它是沒做好 我看樣子 覺得它應該是可以拉出來的 不過現在就動不了 接著是雙升盤 這個就是微波爐 是built in在這裡的 然後微波爐下面還有一個櫃桶 它的高度 你看到都放到一個砧板了 然後就看看雪櫃這邊 它這邊還有一個pantry wall 雪櫃就是雙門的大雪櫃 下面就是冰櫃 然後呢 雪櫃的上面 都有櫃 這個要單堂梯才能放到 這個就是按出來的 這個也是按的 那就是pantry 那這裡呢 這些板有很多洞 所以高低你可以自己調 如果你想的話 可能應該還可以再買一些板 做多幾格都可以的 好了 廚房基本上呢 就說完了 這邊的空間 現在放了一二三四個巴凳 那個island 都長的 就變成了你都可以吃去早餐 這邊又可以放下東西 好了 然後就聽 這邊就L shape的沙發 大家可以看到 因為它的房子是duplex的風格 它很闊 所以變成這裡一排 全部都是窗 陽光就會比較充足 Steveston是南北向 所以這邊其實是向北的 但儘管它是向北 可能因為有窗 再加上其實這裡有個突出來隱藏的 隱藏的窗 所以我現在感覺上我不覺得很暗 因為它全部都是落地玻璃 這裡寫了Display Item 所以這個這麼漂亮的電視櫃呢 那就不包的 你就是一棵牆 那你可以自己想一下 你想怎樣補充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baseboard 就是取暖的系統 上次都跟大家分享過 這個就是自己上電費的 沒有火箭 那個是客廳 很分明 這邊就是飯廳 那這邊還有個baseboard取暖 然後就對著這個後院 它有個很大的玻璃堂門 我現在它鎖了我開不了 但是都看到外面 自己的後屋 那個patio的space 其實都幾大 它有一塊鑽了磚的地 你可以很舒服地放燒烤爐 餐桌 那還有一些laure 那strata都會幫你維護草地 現在不是太多的townhouse 能夠創造到一個比較大的space 很多都是窄窄地 或者是很小 就沒有說這個又闊又深 那樣 好了 我們樓下看完呢 那我們就上去看一下那三間房 好 上到來呢 它首先就兩邊都有一個open area 這個好像open land 所以它不是一上來就是封了四面牆 就不會太迫結 這裡呢 也有個細小的area 你可以 被狗仔睡 或者放一張細書桌 Display都可以 那這一間房子呢 就是主人房來的 同樣啦 你住townhouse 我現在進來的感覺就好像住condo 為什麼呢 很高的樓底 然後這邊望去後面呢 全部是落地玻璃來的 不是落到地下 但是很低 你明白我說什麼 所以看了後排的single house 然後呢 也都看得比較遠 對 嘩 都不錯 好了 這裡呢 就放到queen size 再加床頭櫃 這些後面的Display呢 就不包的 將來就自己想一下怎樣做 放了床呢 這邊呢 還有可以走到三四步的空間 那你可以再放多個dresser 或者好像他那樣 有化妝台 都可以的 好了 我們看看walk-in closet 我看都不用dresser 因為那個walk-in closet 都已經夠大了 對了 走進來 欸 做好了這些櫃 It is included 就是你現在眼看到的 所有這些吊掛衣的 這些櫃桶 全部都包了 這邊呢 然後這裡呢 也有櫃桶 好 接著之後呢 看完walk-in closet 就看洗手間 洗手間呢 空間感都可以的 它有兩個星盤 而且呢 分隔得很開 接著下面呢 就是有這些大櫃桶 中間這個 就是大格 然後這邊也是一樣 跟那邊的星盤一樣 那你就放很多東西了 然後這邊呢 浴缸 馬桶在這裡 那這個呢 就是shower 而且它是 除了這個ring hat 都做了一個可以拿下來的 花灑口 也都有這些 可以放肥皂 這邊可以放一些 侮辱露 那這個洗手間呢 採光路都ok的 兩邊窗 一邊是這裡 這個不能開的 就是透光的 那這個呢 就可以開的 我看它外面 拉著了 所以我看不到出去 這個就是蔡光的 對 對啦 這個可以透風 大鏡 在這裡 對啦 那洗手間看完 看完另外兩間房的尺寸 怎樣了 主人房出來呢 這裡有個linden closet 可以放一些洗衣液 毛巾 旁邊呢 就是laundry laundry 它是平排式的兩部機 現在它給的是衛宜圖 那這邊還有一個台面 也是包了的 那這裡你可以再做掛腳 或者放很多東西 可以放很多東西 放高它就行了 主人房 還有另外兩間房 中間有這條走廊分隔 來到這邊 這一間呢 是向南的 這間的顯示器 就把它變成像書房一樣 這裡放書桌 它的尺寸也放到creme 然後衣櫃呢 這個是很多現在發展商的新想法 見很多都會這樣做 因為有時候 小朋友未必需要大衣櫃 或者做書房的時候 他就把他的門 暫時不開 可能藏在車房 就變成一個櫃仔 甚至是書桌 我也見過 然後看看另外一間房 這間是connor 這間就 我想陽光最好就是這間 它是connor unit 就有陽光進來 尺寸也不錯的 這間是queen size 放了一場創頭櫃 這邊還可以橫放一個dresser 還有雙門的大衣櫃 這間房是比另外的第二間座房大很多的 這兩間房去share的 這個洗手間呢 挺好 它又是兩個升盤 變成可能兩兄弟兩姐妹 至少可以一起擦牙洗臉 即是早上上學不用爭 也都是 跟我們剛才主人房見到一樣 顏色是深色的櫃 配白色地磚 就有兩個櫃桶 這邊就是浴缸 浴缸這個 就只有一個ringhead 有些香港朋友可能覺得 我買回來之後 都要馬上改回來 可以拉下來的shower 暖 它都是用這個baseboard 我們就看完了這個townhouse 我們看完A3這個duplex plan之後 待會再會去看看 它前面那一排對著steesden 它就是三個level 四房的一間座房 我們待會再見 剛才也說了 它分前後兩排 後面的A plan 兩層的 然後三房 門口進去已經是廚房 屬於後面 它沒有露台 前面這裡全部是B plan B plan就是三層 然後是四間房的 我們現在由後面車庫進去 它都是double side by side garage 當然這邊其實車庫後面 就很窄的了 你外面就拍不到車了 只可以拍到裡面了 我們來看看 車庫門進去 那個layout很不同 其實剛才如果大家記得的 A plan一進去 就已經立即可以去到廚房 B就不行的 我們進來 首先就有個full bath 這個是shower 然後這裡是升盤 馬桶 然後這邊就有個closet 可以放一些三層 這裡就有個房間 所以對比起 我們剛才說的後排的房間 前排它的優點就是 Ground floor 有一個可以住的房間 可以full bath 可以洗澡 睡覺 可能會比較適合老人家 完全走不了樓梯了 它這間房間也有個大窗 那就是向著正覽 陽光就很充足的了 向著Season的highway 那我現在進來沒有開窗 其實我就是聽不到外面的車聲的 但是呢 我相信如果你開了窗 或者你用外面的garden patio的話 都會有些聲量的 發展商都考慮到 去對著Season 可能聲浪為大 所以其實我們看到 它這個是雙層玻璃 但是它中間是很厚的 隔音效果呢 相對來說 會比普通的雙層玻璃好一點 這邊呢 它放了一張雙層玻璃 這裡就更多了個位置 可以放書桌 這裡就有個衣櫃 那我覺得這個位置 很適合放衣服 因為最近遇到很多朋友 他們都說老人家的房間 都要大些 因為很多次老人家 喜歡放多些東西 那經常都要遇到個位置 可以放衣服 我們可以看一下正門 一打開正門 這個耳機收音不知道怎樣 我就聽到聲音了 因為始終都是對著Season 那門口進來之後呢 上去樓上了 那這個樓梯呢 就有扶手 這邊有一個Landing 又不是直筒上來的 那剛才呢 我們看後面的A-Plan 就很闊的 是整台大落地玻璃 這裏呢 它就是長條形多一點點 但又不是說一般Town House 就是扁得那麼交關 中間這個飯廳位呢 都不會說太暗 那還有好處就是 因為它在前排 它對著藍邊 所以那個陽光呢 進來呢 就感覺比較再充足一點 看一下 這裡是客廳 飯廳位 我們看一下廚房 這一隻呢 又是另一隻Color Tone 剛才我們如果記得的話 是白色的檯面 加上深木色的櫃桶 啊 廚櫃 那現在這裡呢 其實是白色 配淺木色 那就再軟一點 那那個Island 就跟剛才有點不同了 剛才那個Island很大 然後有了 升盤在中間的 那這個就不是了 這個是純Island 那我擺到兩張孖椅而已 那這邊也有個櫃 L-shaped的廚房了 由這邊開始 有頂櫃 然後洗碗碟機在這裡 那麼洗碗碟機呢 就放了在升盤旁邊的 一樣啊 下面 咦沒有垃圾桶 這個 然後這裡呢 相對來說 相對來說 比起剛才後面的Aplan 小櫃桶 它都是多這些櫃 那麼它轉角位裡面呢 也都沒有做到轉盤的 所以可能拿裡面的東西 就沒有那麼方便 而且你拿下層 就變了要污身爬進去 它這邊 爐頭旁邊呢 就做了一些櫃桶 那也是跟剛才一樣 是有得Soft Clothes 都拉得很出的 可以 爐頭就一樣的了 抽油煙機 主食爐和下面的焗爐 都是KitchenAid 然後呢 櫃桶是這樣的 都是有Soft Clothes 我推一推就進去 也都不會爆發聲 樓上的頂櫃 我開了給大家看一看 它的儲物空間 都是做到頂的 然後呢 櫃底也有燈的 燈子應該在這裡 一開就全開了 雪櫃呢 都跟剛才一樣 雙門戴雪� 還有樓上都有儲物空間的 那廚房就是這樣 還有樓上都有儲物空間的 那廚房就是這樣 那廚房的這一邊呢 還有一個 挖進去 好像Nuke那樣的地方 那這些呢 都是顯示的 這些架到時候是沒有的 那顏色到時候都會是 平淡的 不會是故意的 這是設計效果 那大家可以參考 那邊呢 將來可以做多一組 儲物櫃也可以 或者好像他這樣 擺一些顯示物件 做一個書桌位 那好吧 我們看看這個露台 那剛才呢 後面那些家庭是沒有露台的 前面那一陣子才有 不過露台就是向裡面的 沒有那麼大聲量 那露台也長的 這邊最多可以放燒黑爐 這裡是一個四人桌 那這邊還有些空間的 還有露台這裡呢 對著廚房的窗 廚房有窗 上去通縫了 我們看看有個露台房在這裡 喔 升盤很小 很有趣 好了 然後馬桶在後面 OK 接著之後呢 我們看看樓上 樓上呢 走廊位呢 又是向南 所以變了整個 整條走廊 一直在光亮的照上去 對啦 下面一個窗 上面還有一個窗 所以整條樓梯 不用開燈都很光亮 上來之後呢 首先就是主人房 這一排的 unit 主人房是向南的 我拉高給大家看看 對了 有個小小的露台 向著外面向南的 那太陽就這樣照 大家可以感覺到 好了 那 Walk in Closet在這裡 這個Walk in Closet 就沒有剛才那樣大 不過都很深喔 有一點不同 這個是深 剛才那個是兩邊的 這個就是單邊加個L 接著洗手間呢 就是這裡 也是比剛才小一點 但是感覺沒有那麼浪費空間 都夠的了其實 一樣 兩邊櫃桶 它就少了中間的格格 那個櫃桶 那所以呢 兩個升盤中間的空間就小一點 那你放少些東西 那Shower 一樣 有Rain Hat 都是可以拔出來的花沙頭 這些都是顯示的 我們就看看另外兩間房間 和洗手間 那這裡呢 外面少了Linterns Closet 洗衣房就在這裡 跟剛才都一樣 那個擺法 兩個小房 就用這個洗手間 那這個就是單一的升盤 不是好像剛才那樣 都做到兩個升盤 這邊呢 就是其中一個房 這個房間 這個高 我們這一排 其實是高過後排的 就是我們高過後排的 我們三層的 所以我們其實看得更加遠 我們是看到北邊的山景的 將來遲些下雪 其實我會看到雪山景的 那看完這間房間 看看另外這間 這間房間也是一樣的 景觀是一樣的 在旁邊而已 不過這間房間感覺小一點點 而且它不是四方 因為進來還有一個彎 進來的位置 還有這個衣櫃 基本上就看完了 他們兩個的表演房間了